好我們再出一個題目 就是說我現在想要再畫個菱形 這個菱形呢每一個邊的邊長都是70 角度都是30度 那這時候我會怎麼做 根據我們剛才的經驗 我們會下個線的指令 平面中任意點一點 這時候呢我會打一個小老鼠 長度是70嗎 角度是30度 這邊可以做好 再來呢我要接著往下去做的時候 這邊的話一樣是小老鼠70角度幾度 從這邊過去的話你會發現呢我從0度開始繞 這邊過來是幾度 一個平角是180 減掉30 這個角度應該是150度嘛 對不對所以說我可以去輸入小老鼠 70 小於150 有沒有 我可以畫過來 接下來呢我要從這邊再畫過去 這時候呢這邊也告訴我30度 根據我們剛才的經驗我如果從這邊開始算的話 這邊是0度 90度 0度 90度 180 180 再加30 會碰到他 應該是 210度 我可以去輸入小老鼠 長度一樣是70 小於 210 有沒有 接下來再過來的話呢 這一段的話呢你如果把坐標再補進去 0度開始繞 0度 90度 180 270 繞一整圈 360 哇 太多了 再往回扣個30 這條線應該會是 330 小老鼠 70 小於 330 有沒有 我可以做出來 這是我們之前所教同學 角度都是用0度 逆時針去繞 好這樣子你可以 經過加減 你可以得到一個我們要的菱形 好這個我們是之前講過的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另外一種 有的時候呢你會看到呢人家會跟你講說 長度是正的 70 角度是負的 30度 好 我們剛剛這邊 不管是我們看這個是 黃色的部分 不管是 長度也好 角度也好 通通都是正的 有沒有 他沒有負號喔 可是有的時候你會聽人家講說 角度是負的30度 長度是負70 角度是負30度 這什麼意思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同一個圖形 我們也可以來看 他也有一個叫做正負號的一個畫法 好 長度 這個時候長度是正的還是負的 很容易判斷 線條只要是往 右邊劃過去 這個時候不管是往上劃 還是往下劃 長度 通通都算是正的 這條線如果是從圓點往左邊劃過去 不管是往上劃 還是往下劃 通通都是負的 就二分法而已 往右邊走就算是正的 往左邊走就算是負的 OK 好再來 同一條線 如果你今天是往右邊走 長度是正的 那角度呢 角度呢 好 角度的話 這邊的夾角 這邊是正的 往這個方向走 角度的話 這邊是負的 往這邊走 角度是正的 往這邊走 角度是負的 OK 好 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 我們只需要記一個就好 因為正的旁邊就是負的 負的旁邊就是正的 正的旁邊是負的 有沒有 你只要記一個 另外一個就可以推測出來了 這是 角度的判斷 好 根據我們學到了這個 圖形以後 我們可以再畫一個來試試看 我把這個東西稍微搬下來一點 讓你稍微做一個對照 把你搬下來一點 稍微做個對照 我們畫在這個地方好了 好 長度跟角度喔 我下個線的指令 平面中任一點一點 這時候我要往 右邊畫 這個時候長度是正的 小老鼠 正的 其實 小於 角度是幾度 角度是30度 正的還負的 正的嘛 我是往右上角走 往右上角走 長度是正的 角度也是正的 紅色的喔 好是一個正的 30 跟剛才一樣 接下來我要往這邊畫過去了 這個時候小老鼠 長度是正的還是負的 線條 線條往左邊走了 線條是往左邊走了 長度應該是負的喔 所以說這邊是小老鼠 負的 70 角度呢 角度呢 這個時候這條線的夾角 是30度 可是是正的還是負的 你會看到這邊是 負的 30 可以畫出來 接下來再從這個地方往這邊走 小老鼠 長度70 是正的還是負的 線條往左邊走 線條往左邊走 長度 應該是 負的喔 線條往左邊走嘛 應該是 負的 70 角度呢 線條往左邊走的這一個夾角 對 對應一下 是這邊 是這邊 對不對 過來嘛 過來嘛 是不是正的 30度 30度 會畫到這裡 再從這裡 再走過來 小老鼠 長度70 正還負的 線條是不是往 右邊走 這個時候長度算正的 70 角度30度正還負的 從這邊過來嘛 是不是這裡 就等於是從這邊過來的 這裡嘛 是不是就是負的 30度 這樣子也可以畫出 跟剛才一模一樣的圖形 有同學呢 會開始投昏了 好就覺得說 老是 這個黃色的 我比較會 反正呢 就是360度去加去減 沒有正負號 好這個全部都是正的 這個比較單純 那有另外一派的同學說 老是 紅色這個比較簡單 我都不用算 我只要判斷一下 我就能夠畫出來 我都不用去加 不用去減 都可以 兩個都會 當然是最好 會一個也沒關係 反正畫出來的結果 都是一樣的 好 這個呢 同學可以 試著去了解 看看 好 試著畫一遍 用第二種方法 再畫一遍